为了还学贷 筹学费跟生活费 甚至帮忙家计 人力银行统计 有高达九成三的大学生计划 暑期打工 其中还有六成四打算 兼两份拆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厂商需求减低 再加上三级警戒期间 部分上班族也投入兼拆 今年暑假 学子们恐怕难有机会赚外快 一些内需型的厂商 这样餐饮业 量饭业的一个 暑期打工的职业 确实是比较少 那整体来看 只有两成六左右的一个企业 有释出这个暑期打工的一个职缺 创造三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整体来看呢 至于比较热门的一些 打工的一个工作 毕竟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可能看起来 我是个人认为 外送员的一个部分 或线上家教一些工作 调查也发现 学生向往的打工行业当中 最夯的包括餐旅休闲 文教跟科技业 而其中男生最爱的前三名 分别是外送员 粉砖小编跟YouTuber 女大生心中的梦幻植物 则是粉砖小编 家教与网拍笔记 暑假下来大概想赚这个 5.4万元的一个打工的一个收入 换算下来大概 也要这个200块的一个时薪左右 外送员的一个这个工作 其实它的这个受疫情的 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 反而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这个机会 另外像这种线上 家教的一个工作 甚至像这些影音拍摄 或者是社群经营 可能在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打工的一个职缺事出 专家提醒 大学生就单纯为了外快 不得不在暑假打工 除了可能占掉很多休息时间 更牺牲掉自我进修的机会 因此双赢的方式 就是攻读内容 能跟学校主修 或是跟自身的职业规划相关 才能为未来正职做好准备 记得顾餐用台北采访报道